一枚直径6毫米的炮腾片 为何使18个月幼儿命悬一线 离奇的事故 父母的失误 凸显出药师的缺位 见证本期播出 药案寻踪第二集 接触大案寻案 探寻华丽脉络 记录故事现场 见证发指变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4年4月 天气渐暖 正是流感都发的时节 某小区的一户人家里 突然响起一阵异常剧烈的咳嗽声 当人揪心的事 谁也没有想到 发出这凄厉声音的 竟是一个年仅18个月大的孩子 伴随着距离的咳嗽 小家伙的嘴角 重燃变成了青涩 手脚也不听使欢地 抖动了起来 看着儿子异常的表情 以及几经摇晃 仍旧没有反应的身体 年轻的母亲一下子懵了 服用了感冒药的患儿 为何突发危险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年仅18个月大的婴儿 命悬一线 实际上吃药过程当中存在很多风险 比如说特殊的装置 特殊的剂型 能否按照装置和剂型的使用方法正确使用 按照剂量正确使用 那么会有很大的影响 承认我们可能所有的就是一个剂量 一种药我只需要剂一个剂量 但是对于儿科的这样的一个灵魂药师 它的挑战性就在于 你要剂不同的年龄段 不同的公斤体重 不同的药 它的一个剂量 然后你还要给的特别准确 还要考虑到它 这个剂型是不是适合它来喝 来服用 是药啊 三分毒 但是呢 就是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小剂量的 一般的我们讲 小剂量的药物 是良药 任何一个 大剂量的 超过一定剂量就是毒物 都是这样 它都有一个量 大多数药都有个量效关系 剂量超标 用法错误 个体差异 到底什么才是导致孩子身体异常的真正原因 据了解 化儿当时服用的药属于处方药 说明书中有关于剂量的明确标注 六个月以下含六个月的儿童 一次一片 一日三次 六个月以上 一岁以内的儿童 一次两片 一日两次 也就是说 想要治好感冒 即便是六个月内的新生儿 也至少要服下一粒药片 由于我们每个人的个体差异 比如说年龄 性别 体重 以及身体机能等等 那么对于服药 对于用药过程 会造成更多的潜在风险 那么这个风险 可能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出现 如果家长 没有太多的 不是受过高等教育 或不知道如何正确地给药的话 或者我们要是在用药交代方面 没有做得很好的话 那么我们之前也看到很多的社会新闻 就导致了很多的悲剧的产生 小小感冒演变成惊魂一刻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始发当晚 服药前三分钟 坐在家里的年轻母亲 心疼地看着刚刚从医院挂完掉瓶的孩子 又看了看床边医生配的义和药 上面写着泡腾片 爱死心情的母亲 没有多想 就麻利地从盒子中 拿出一粒直径约六毫米的泡腾片 塞进宝宝的口中 并用水辅助宝宝充服下去 这个患儿已经18个月大 只服下了最低用量 就出现了异常反应 可见剂量并不是患儿突现异常的主因 这个妈妈就特别着急 就是也没看说明书 也没有就很快地把这个药 泡腾片塞到婴儿嘴里 为了给了一口水 从那个奶瓶子给了一口水 从此配备婴儿肩膀 这孩子就使妈妈要淋淹汗去 由于儿童的这个生理结构和身体机能 那么不同于大人 所以在儿童用药的过程当中 要特别注意剂型剂量 那么对于这些细节的把控 避免它产生不必要的用药风险 泡腾片 在我国是一种较新的药物剂型 与普通片剂不同 泡腾片是利用有机酸和碱氏碳酸盐反应 做泡腾崩解剂 只要将药片放入水中 即可发生泡腾反应 生成并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 状如沸腾 顾名泡腾片 泡腾片的正确浮法 应该是先将其放进水中 等药片完全崩解后服用 若将未完全崩解的泡腾片放入口腔 则崩解过程继续 并会在口腔内产生大量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气体一旦通过食道进入肠胃 就会引起腹胀腾痛 打嗝等现象 如果进入呼吸道 则会引起呛咳 严重时会影响人的正常呼吸 所以那个泡腾片 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可能有的人知道 有的不是所有人知道的人 就是说它是不能这么服用的 它必须要泡到水里 化掉以后喂下去 因为这个泡腾片里面含有很多的 我们在荣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气体 所以这个婴儿呢 因为把泡腾片通完水以后 加了一口水 产生大量气体 吸到气管里边去了 就把肺里边给吸进去了 为什么给一个孩子吃一个比较有危险的剂形呢 是吧 那么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是吧 其他的冲击啊 或者怎么样的 不容易把呼吸道枪住啊 事实上 泡腾片是一种安全食用的口服剂形 它便于携带 经过调味的泡腾片容易被人接受 它对人未尝到的直接刺激也较小 但这种剂形在提供便利的同时 也存在着使用不当的巨大风险 干腐泡腾片所引发的意外 与义务卡侯相似 相比于成人 泡腾片更容易依附在纤细的儿童气管上 因此儿童片即卡侯窒息的风险远高于成人 所以当儿童需要服用泡腾片时 家长一定要在遵医嘱的前提下 仔细阅读说明书 我在相关学会做了调查 本文的八十五的患者不会看说明书 他不会看说明书 还有很多幻觉的时候 就是服药的时候自行增量和减量 说明书是一个药品最基本的法律文书 它包含了它的化学名称 化学结构 以及药物代谢 药物动力学 药理学 毒理学等方面的专业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是给专业人士看的 我们老百姓很难去读得懂 其实从深一步想 同样的事件如果我们对于民众的患者的一个事前的教育 关于用药安全方面的一个科普做得好的话 其实也是不应该发生的 基于这样的情况下 应该是有一个要是这样的全面跟进 原来导致男婴窒息生命垂危的元凶 竟然是一尾小小的泡腾片 家长的不注意 医疗教育的缺失 儿童体制的特殊性 让儿童用药问题变得格外严峻 据药监部门统计 我国儿童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2.5% 为成人的两倍 新生儿高达24.4% 近成人的四倍 我国每年5至14岁孩子 死于可预防和可治疗疾病的人数 多达10万以上 与这一触目惊心的数据相对应的 却是我国药师不被大众重视 数量严重缺乏的尴尬现实 我们国家的药师分两类 一类是在医院支撑的药师 一类是在流通领域 包括药店 包括批发企业的药师 这两部分实际上都是药师 都是为患者提供药学服务的药学技术人员 同时药师却分属两个部门管理 由国家卫生剂生委管理的 40多万医疗机构内的药师 实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制度 而由国家食药检总局负责管理的 药品生产流通领域内的30多万药师 则按职业药师资格准入管理 我国目前现象法律中 对药师的责权力定义也并不明确 我们国家确定药师制度要从1994年说起 当时的人事部和医药管理部门联合发布了职业药师资格的 占行管理办法 这么一个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 但是由于没有严谨的法律制度 所以中国的药师的社会地位 它的作用 包括 没有相对严谨的这种准入的制度以后 那我们中国的药师的水平和团队管理的现状 跟发达国家比起来还相差甚远 医院是重心清药 老百姓也是重心清药 所以 当然这些什么 重心清药 很多我们在很多我们用药咨询中心 明明是药师在工作 患者以后问 所以医生这药怎么用 对药师这个职业的认知度和认可都确实也很低 那零售药店呢 他把药师当成了一个 整整的就是卖药的了 所以说这种形象导致在老百姓心目中呢 把药师当成了药贩子了 药咨询呢 其实在九几年我们就开始了 开始的时候就当时就是在窗口 或者呢 就是拿一张桌子摆在药房的旁边 但那段时间就是病人来问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在哪儿交飞呀 上厕所在哪儿啊 基本上都是问事处 所以导致就是因为我也在哪儿坐过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上午很 就是真憋屈 就觉得因为他真正问药的几乎没有 我们公众去问药的人数 还不如我们想象这么多 就是为了公众去问药的关注度 还是不够的 药师地位和作用 不但在公众的认知度低 而且自身定位也模棱两可 薪资待遇更没有保障 这些无微不是药师数量短缺的重要原因 那么在中国的话呢 这个由于呢 我们没有立法 不管是这个医院的药师 还是呢 这个零售药店的药师 它的地位都不高 在医院呢 就主要是配药的 在药店呢 就是卖药的 所以说呢 他呢 基本上呢 这个这个厨房权 没有什么厨房权 他只是呢 一个呢 就是说 审核调剂 这个质量把关 是吧 另外呢 就是说 因为呢 他没有法律的依据 所以呢 他也不能呢 这个从事药师费用的收 这个收费 所以呢 从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真正从事 这个行业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药师职业的呢 人不多 对于药师专业性的劳务服务 目前呢 无论是在社会 还是在医疗机构 都没有形成完整的付费机制 也没有一个合理的付费收费项目 那么相当于呢 我们对药师 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职业 并没有真正得到 社会的价值认可 大夫就说 用药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就是说 这好像说 我的地盘 我做主 在我病房里 我用药用你 直手画脚吗 而在很多老百姓看来 可有可无的一环 却在不经意间 吞噬着我们身边鲜活的生命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也是非常惨痛的 就是在这个 012年的时候 我们有一期医疗纠纷 就是我去鉴定的 就是一个村医 给一个少年在开药的时候 就是问了这个患者 这个患者呢 是有清明素过敏 过敏史 他就换了头包坐铃 他开了药以后呢 就给了这个输液的护士 说你给他输液吧 在这个过程中 就没有要时间了 这个护士呢 就没有管这个 过敏这个事 直接就给患者输了 输了以后 这个患者很快就休克 送到县医院 转到省医院 最后死亡 这个例子里面呢 就是说 我们如果有我们药师来参与的话 那么这种事情 就很容易就避免了 这种风险非常多 比如说隔壁的老王 吃的一个药很有效 那么他就推荐给老张老李 那么他们也要去用 这是很可怕的 是要三分毒 它是一个特殊商品 需要有专业的人士来管理 实际上 这也是我们整个社会 对药品属性认知的一个缺失 那么我们需要 我们专业人士 以及我们整个社会 来进行正向引导和宣传 来提高广大民众的 用药常识和用药水平 由此可见 最大限度的规避用药风险 药师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在成年人尚且难以 避免错用药的不良反应 而更为脆弱的儿童 又有谁能为他们保驾护航呢 儿童用药的问题 其复杂度就在于 儿童本身身体结构 处在一个生理发育期 那么它的器官机能 都没有发育完全 药品在开发的时候呢 不可能在儿童身上做试验 那么导致它缺乏基础临床数据 这样我们在制定药物治疗方案 和药物服用过程当中呢 考虑的事项就要更多 专用适合儿童药品种比较少 那你在说明书上 它可能就会写到一个 儿童用药着检 用药着检或者是遵医主 大夫来决定 那大夫也判断不准的同时 那需要我们去帮助 我们要查一些很多的东西 来跟他一起来制定这个用药方案 因为它这么小的机体 或者是脏器 还是在没长全的时候就用药 尤其用这个毒服作用 比较强的药的情况下 会影响它后期 它长大以后的 对脏器的一些损伤 所以这一阶段的药师 就显得特别重要 独命泡腾片 让孩子生死未卜 大众健康教育的不足 更凸显药师的缺位 生命的代价 能否换来对药师的重视 失去与得道之间 跨越的是时间与生命 见证正在播出 药案寻踪第二集 经过一夜的抢救 男婴仍没有脱离危险 需转入重症监护室 继续观察 年轻的妈妈 在监护室外 焦急地等待着 一次小小的事 让她不得不忍受 这意料之外的煎熬 谁都不知道 等待着这对母子的 将会是什么 如果说了作为一个 纠纷来审理的话 那么可能 那么责任人 医生是一个 是吧 他的家长也是一个 孩子嘛 他是无辜的 是吧 他是没有任何责任 那么这里头的话 就会看到药师呢 它是缺位的 我觉得第一责任 不是我们的妈妈 因为从里面来讲 这个第一责任 是我们国家 卫生健康教育 素养教育 做的远远不够 我们从小学 到大学 到初中 到高中 到大学 从这所有的课程里面 没人跟我们的 这些学生讲过 药品为什么做的胶囊 为什么做的骗剂 为什么做的泡灯片 为什么做的酸剂 没人讲过 所以妈妈 对这些方面 知识是缺乏的 所以这个责任 应该是我们的健康教育 素养教育方面 做的不够的 整个从医疗环节来讲 如果从法规 很严格的 这个国家来讲 那钥匙 它是有责任的 那就刚才我讲的 那么你一时 开出处方以后 钥匙 他要把一下关 那么在他把关的时候 他发现这是一个 泡腾的剂形 很可能他要提建议 是吧 那么他也可能 给医生提建议 甚至也可以 给患者提建议 或者说他留下 一些书面文字上的建议 那么这个可能的话 这个悲剧就能够避免 当代医疗工作模式 是一个团队工作的模式 医药户等专业技术人员 协同工作 才能保证医疗工作 取得预期效果 药学已经与医学 护理学一样 被作为临床学科 三者被认为是 构成医疗生存与发展的 三大支柱 区医部科 世界卫生组织 对药师的定义 也是很严谨的 它属于药学服务 是对人体 人类健康 起到一个促进作用 又是公共卫生 方面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们不是搞药的 可能我们对一些药的 你比如说 对一些药的用法 用量上面 可能就是说是 剂的不是特别的 那么完全 对吧 或者说一些激励方面 尤其是在禁忌症方面 可能剂的也不是特别完全 当他们就是说 是跟我们一起查房 在我们就是说 平常开医嘱的过程当中 他会指导我们 指导我们正确的去用药 包括说一些经济证 去不让我们去用这个药 包括说用法用量 都可以 我们作为药学管理人员 我们比较注重的 比如说 你医院药房 必须配备多少的药师 这是一个法规 比如说多少病床 你必须同时 配备多大规模的一个药师 或者临床药师的 这么一个队伍 你才能够更好地 去服务你的病人 实践证明 药师已经成为连接病患 医师和药物的重要纽带 国家现在强调是 全面中国要健康 健康用药问题 医疗问题不解决 那全面健康也很难实现 所以用药的安全问题 我觉得 驴端讲 用药的安全 比食品安全还重要 因为食品安全 比如说某个清天机敲标 或者说某个市民敲标 它不会死人 可能会拉肚子 会去那些 但是用药错误 没人把关的话 那是人民官员会死人的 药品其他会出了问题 也会死人的 我们国家的临床药师 就比较少 北京是属于 配的比较多的标配 是100张疮一个 在我们医院 是基本上达到了 但是好多医院 还达不到100张疮一个 正是由于我国药师 缺位严重 再加上 国内大众卫生健康教育不足 所以才发生 类似泡同片这样的事故 但要马上改变现状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细菌的感染 所以大夫给你开了抗生素 这个药呢 目前我国药师的缺失呢 有它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 我们曾经有过一段 缺一少药的一个年代 在那段时期里边呢 那么药师的主要职责是 药品的供应 保障药品供应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那么大家还越来越多的 关注用药的安全问题 那么随之呢 我们药师的职责呢 也逐步转换到 以患者为核心的 用药监护服务上面来 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我们以前的医学模式 叫生物医学模式 就是把这个患者看成就像生物一样 简单的从生物学上进行一个诊疗 这是不足的 随着这个医学的发展 我们现在医学模式 我们更强调像就是一个符合的 叫生物的社会的心理的 你既要关心到它的这个生物学上的一些改变 也要关系到它的社会关系 家庭心理状况这些都要关心到 当然在治疗上当然也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仅仅靠一个医生 肯定是不足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人们利用药物治疗疾病 开始进入新的时期 制药工业迅速发展 成为国民经济中 一个重要的工业部门 药学不仅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还逐渐分化为药剂学 药物化学 生物药学 药理学等分制科学 同时药师的需求大大增加 并促进了药学教育的发展 研制新药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吸引了大批科学家 从事药物科技工作 药房数目逐渐增长 合理用药已成为 医师研究的重大课题 1869年 美国开始建立药师制度 随后各州 还有各自的州药房法 以规范药师的职业活动 日本 英国等发达国家 已先后建立了药师制度 国际上大部分国家都有药师法 那么在他们国家 不但有药师立法 而且在社会上 药师也是最受尊重的职业之一 比如说在美国和加拿大 那么药师的职业受尊重度 排在消防员之后 那么甚至是排在医生之前 我们药师能够来协助 作为我们整个医疗团队里的一份子 能够协助以医生为核心的 这个医疗团队 把患者用药的这块 这个可以说不足来进行弥补 可以说帮助我们医生 能够减轻他的一些 这个工作压力 或者说他工作上的一些不足 是很有好处 我们在日本 是日本的药师 都会去中学 小学大学里面都会去讲课 按照国家教材去讲课 去宣传我们的科学文文 安全文文的强识 介绍 那什么叫冷藏 什么叫冷冻 什么叫阴藏处 什么叫空腹 实际上好刀不信 搞不清楚 当然这些都是强识 应该是每个公民知道的 比如契物剂怎么使 然后还有一些冰箱保存的药品 你怎么来保存 怎么来用 因为像那个胰岛素 笔芯什么的 装上以后 常规的老百姓 因为是冷藏药品 二到八度的 但是你开封以后 是需要常温保存的 因为这些 很多老百姓 他不清楚 所以都需要我们的药师 把这些交代给病人 现在综合判断 建议在前三个月 我们来使用一下 小尽量的阿斯匹林治疗 因为我看了一下 咱们整体的这个 再有呢 就是假如说这个药物 是一个特殊的装置 这种特殊的装置呢 有很多患者 他其实医生没有时间给他讲 他拿过去装置以后 他不会使 我们在四星平常会有人 比如说会拿过来以后 认为这口装置坏了 其实他使得不对 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 与医疗水平的进步 各种新型药物 也层出不穷 这些新型药物 一方面可以更有效的 治疗疾病 另一方面 也对患者如何安全用药 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 药师的专业服务需求 将会越来越迫切 咱们一定要把这个事 做的落到实处 把这个态度认真起来 别因为咱们都觉得 很熟悉的工作了 放松的要求了 咱们的一个小失误 可能给病人造成 给自己也造成很多麻烦 一定记住 因为咱们年轻人现在比较多 年轻的药师比较多 参加工作时间也不是很长 有的同志 千万别放松 这根小 原来叫药剂科 现在为什么就是越来越深刻 到药学部 就带有这个科研教学 都放进去了 现在这些药师部 就把职能的性质 也放进去了 它就是因为还有一个 全院的这和理庙的管理 然后呢 就让它趋于和理嘛 虽然没有说这个 对啊错啊 它其实是和理的 针对一个病人 就是好的 2014年4月28日下午 中正监护室内传来噩耗 错误服用泡腾片的诱饵 因脑部去养时间过长 抢救无效死亡 孩子的母亲 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一颗小小的药片 会夺走孩子的性命 原本安全抑郁吸收的泡腾片 竟然因为服用方法错误 而变成了害人的凶手 我们就是不光是对孩子的教育 就关键是家长的教育都不到 所以就说每年在全球 都有多少个孩子死亡 那么我们国家也一样 每年是一个大数字 所以就是误服导致孩子的伤害 要是必须以一种专业的服务去存在 它帮助我们每个患者 每个家庭 降低用药风险 确保用药安全 夺命泡腾片 在他人看来 只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 而对于当事人 却是实实在在的切肤之痛 这样残酷的难题 真的无解吗 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们会有很多的 惨痛的代价来换的 健康是人最宝贵的财富 也是人们最基本的权利 从原来医生做我们健康的守护神 到现在 药师也加入守护的行列 人们的生命健康 就会多一道保护屏障 健康是一个大的概念 那么对于健康影响比较大的呢 就是药 药一旦吃错了 它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呢 是直接的 药害会带来直接的 气质性的功能性的伤害 那么同时呢 它也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性的危害 年仅18个月的孩子 意外离世 谁是凶手 是一粒小小的泡腾片吗 是分身法属的医生吗 还是那位爱子心切 却粗心大意的母亲 通过泡腾片的案例 告诉母亲给孩子吃药 一定要遵医组 医组说不明白 一定要看说明书 说明书底下看不明白 一定要找一个明白人 您是刘水英是吧 你好我是您的药师 我叫张冠敏 然后今天您不是开始化疗了吗 我来给您讲讲这个化疗和您 需要您注意的这些药物的一些身相 您之前化疗的时候吐得厉害吗 还行 还行 还要不是多粒子 不想吃东西它出院以后能好点吗 出院以后就是回家慢慢唱一点 这个年才一次能止吐了 比现在好的还好 比现在还好 对 它只吐的那个药会有一点就是增进食欲的这么一个作用 对 你应该吃了 后下吃了也能吃饭 也能吃饭 那再过几天呢 再过几天 就不得想吃饭 因为那个我也不该吃的不要了 医生是前锋 药师可能就是后面的署名员 所以 不论要错误的处方 错误的遗嘱 到了我们 现在进到我们的这个这个病人身上 所以 药师立法通过这个来保证 药师你必须要审核处方 审核遗嘱 意思你必须接受 如果你没做到的事情 或者做到了 你没有能力做 或者你不做 这样你要受到法律的一个 处罚 这样我想我们公众的生命安全 用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我想药师立法的状况性 应该全世界都 很多国家都有药师立法 中国我想政府应该发展到 我们中国发展到 现在这个状态 应该关注健康 应该关注医疗安全 因为安全 2014年4月28日 错误服用炮腾片一天后 一个鲜活的小生命 因为这个小小的错误 而失去心跳 无数相似的悲剧 如何才能不再重演 从这个14年开始 一管局部也就号召 就所有的那个 二十二家医院都在做 这个咨询中心嘛 实际上是给这个患者 和药师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可以做起来 就面对面的来进行交代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特别关注的是 这个比如特殊装置 还有这种复杂的 我们用很多药物的 像这样的药物的 这种我们叫重整吧 就它的梳理 发现一些症状的问题 然后去指导这个患者 2016年4月 经过十几年的调研 中国的药师法立法 被纳入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之中 进入立项研究阶段 中国目前为止应该 非常重要的实际 因为中国的医生有医师法 护士又护士的一个相关法律 中国药师目前没有法 目前人家说 药师还属于一个 叫无法事业的情况下 或者说非法事业的情况下 说的再两个人叫 非法事业的情况下 这是我觉得 对我们现在中国的法治国家来说 这是非常 我觉得这是非常需要 迫切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我们实际 已经起草了这个药师法的出稿 而且经过广泛的征求意见 目前我们已经经过几轮的 这个讨论 目前已经形成 这个药师法的第二稿了 可以说啊 就是说随着我们工作的推进 我相信在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药师法能够尽早的尽快的 就是说出台来为我们药学人员 为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生命健康 提供一个保障 在失去与得到之间 跨越的是时间与生命 紧遵医嘱用药 去让自己病情出现反复 同样的药物为何出现不一样的结果 专业的药师离我们还有多远 见证下期播出 药案寻踪第三集